越南與菲律賓就南海問題對話 普京直撤中共痛處 中外投資從中國市場出逃 專家評論走勢 懷疑北京貿易順差數據真實性 美國要求澄清 美國擴大制裁涉及俄羅斯銀行 重挫中俄貿易 以色列說 曾經嘗試私下與美國討論軍火問題 但無效 觀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在香港時間6月22日週六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6月21日 越南官方媒體報導說 越南政府願意與菲律賓 就兩國南海海底大陸的主張重疊問題 展開對話 普京送越南兩大禮 直撮中共痛處 北京放出波蘭訪華 而反制俄羅斯 菲律賓政府上週六 向聯合國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師 正式提交了 西菲律賓海 西巴拉網地區擴展大陸價權利的文件 申請將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延伸至350海里 菲律賓外交部表示 申請經過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的批准 而且在提案出爐之前 菲律賓對西菲律賓海的大陸價進行了全面的技術 和科學考察和研究 美聯社報導指出 菲律賓的主張 很可能與向越南主張的大陸價發生重疊 菲律賓表示 菲律賓願意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和規範了領海基線或設法理指南的國際條約 與相關國家談判解決分歧 菲律賓與越南兩國 對南海海底大陸價的主張 都拒絕了中共對幾乎整個南海的主權主張 越南的外交做法 與中共在南海爭議海域 越來越強勢的主權聲索行動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共政府在這星期二 亦向聯合國大陸價界限委員會提交文件 反對菲律賓最近提出的 有關延伸其南海海底大陸價的申請 近期中非不僅在爭議海域存在對峙和摩擦 北京還使用軍用激光和高壓水炮 對付菲律賓公務船和海岸警衛隊船隻 造成菲律賓人員重傷和船隻損毀 菲律賓媒體20日報導說 有當地人19日在巴拉望島巴拉伯克海峽附近 目擊到兩艘中共軍艦航行 其中一艘軍艦標有105 這是中共海軍055型驅逐艦大連艦的延號 而中共軍隊的075兩棲攻擊艦和071船戶登陸艦 亦封鎖了南海先奔礁 巴拉伯克海峽分隔開了馬來西亞沙巴州 和菲律賓巴拉望省 連通了南海和蘇陸海被視為第一島鏈上重要的戰略要地 另外據中共南部戰區20日的消息 近日中方有軍艦、海警船和漁船組成的混合編隊 共計8艘船艦對先奔礁實施封鎖 菲律賓船艦被團團包圍 075攻擊艦和071登陸艦亦在其中 前者是排水量超過4萬噸的巨艦 後者搭載有裝甲車、直升機、 汽電船等裝備 隨時可以進行反登陸作戰 另外中國戰媒體 隊長首記的文章認為 這次俄羅斯和越南達成了一系列的協議中 有兩個地方引人注目 第一雙方雙討建立勞部和越南盾的互換機制 兩國的雙邊貿易額每年都在穩步增長 在多個領域進行商戶投資 兩國都有減少使用美元規避美元風險的需求 所以急需構建勞部和越南盾直接結算體系 第二莫斯科準備向越南貸款8億美元 勇於建造越南手助核電站 不僅如此 普京還說要與越南在南海一起開發天然氣資源 而南海紛爭 現在似乎是菲律賓動得最多 但越南就是埋頭填海 自2023年11月以來 越南新增陸地面積 大約2.8平方公里的土地 幾乎相當於過去兩年的總和 而在普京抵達越南訪問的當日 俄羅斯國家道馬議員克拉索夫說 俄羅斯應該認真考慮在越南東南部的戰略要地 禁蘭灣重建海軍基地的計劃 上星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 回答記者提問普京訪問北韓的看法時說 涉及俄羅斯和北韓之間的雙邊交往安排 不便評論 中方原則上 歡迎俄羅斯與相關國家鞏固和發展傳統友好關係 但隨後中方外交部有傳來消息說 波蘭總統道達將於6月22日至26日 來華進行國事訪問 據悉 北約成員國波蘭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後 強烈支持烏克蘭 並拆除波蘭各地的蘇聯陣亡紀念碑 去年波蘭官方文件裡 對俄羅斯城市加里寧格勒 重新命名是個敵對行動 兩國關係因俄羅斯戰爭而繼續緊張 隊長首記認為 北京此舉是反制普京訪問北韓和越南 而越南是俄羅斯往東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 將來不排除俄羅斯整合北韓和越南等地 作為限制中國遠東影響力的握手 作為地緣政治巨頭 俄羅斯勢必尋求最大限度特位 這個月人民幣跌至7個月以來的低點 中共政府面臨資金外流壓力 中國股市的外資情緒惡化 據路透社報導 在中共政府推出多個刺激政策 支持地產領域之後 中國股市一度上漲 但是由於投資行情下滑 自5月中旬以後下跌6% 在6月份 外資通過護廣通撤出330億元人民幣投資 另外 還有中國國內的投資者 用南向資金向香港投資1290億元 似乎是為了迴避內陸市場出現的風險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換美元下跌了2.2% 利岸人民幣兌換港元 自5月份以來下跌1.9% 在這星期 利岸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一度跌破7.28%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淺旺成本低、風險低、收益高的地方流動 是一個投資人必然的選擇 這亦突顯了人民幣在國內經濟疲遠 與美聯儲升息不確定的情況下 所面臨的壓力 當然 目前國內投資者考慮的 不僅是經濟投資本身的因素 亦會考慮到 預期中共外匯管制越來越嚴厲的因素 還有很多政治方面和新的政策方面的因素 當被問到如果資金繼續外流 會造成怎樣的後效應時 旁中說 國內投資人看好香港投資的優勢 同時 如果中共外匯管制越來越嚴厲的話 資金外途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大 人民幣匯率下跌的壓力也就越大 鑑於資金外流壓力增加 中共也會透過強有力的人民幣定價 和離岸流動性管理 保持嚴格管控 以抵禦貶值預期 那麼大陸的外匯黑市也就會越活躍 美國財政部20日質疑北京統計報告中 2023年度兩個貿易順差數據 並表示兩個數據差別巨大 需要北京提供原因 當日 在半年度外匯報告中 美國提出質疑 據悉 在今年上半年發布的貿易順差數據中 中共海關說 上半年貿易順差 8,230億美元 但亦在同時 中共外匯管理局給出的數據為 5,940億美元 期間出現2,300億美元落差 佔比達到中國GDP的超過1% 自2000年以來 中共官方的這兩組數據落差 大約為70億美元左右 這次出現幾千億美元的差距 顯得不同尋常 美國政府強調 北京需要澄清 海關數據和外匯管理局的數據 顯著不同的貿易順差 對此 北京當局沒有發布聲明 給出的唯一解釋理由是 聲稱數據差異 來自統計原則和計價方式的不同 到目前為止 美國財政部並沒有給任何一份報告提供認可 有猜測認為 貿易順差數據出現問題 可能來自於中共政府 存在躲避美元體系進行的貿易活動 或是由於統計局出現造假數據問題 被報告帶來披漏 中共政府高度依賴出口 推動經濟發展 國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受到 中共低價傾銷商品的影響 前美國財政部官員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 蔡斯特在X平台發布分析說 中方在過去的報告中 經常性賬戶順差非常少 現在突然接近GDP的1% 他說目前中國居民投資收入 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利率上升 中方統計局應該對其數據進行了調整 刻意壓低了報告中出現的損失數字 不可避免地觸合到國際收支平衡 報表中的討論不差與遺留的部分項目 北京試圖修飾美化經濟數據 但沒想到最終導致兩個部門數據差別過大 無法自圓其說 2023年中俄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2400億美元 這是俄羅斯維持侵略烏克蘭戰爭 至關重要的收入 而上星期 美國財政部擴大了對協助俄羅斯軍事工業基地的 外國金融機構的二級制裁 任何與受制裁的俄羅斯實體進行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 都將面臨被踢出SWIFT國際清算系統下場 路透社報導說 據三位消息人士透露 自從美國上星期對唯一一家 在中國設有分行的俄羅斯外貿銀行 實施制裁以來 俄中之間的貿易嚴重受挫 但自從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個月訪華以來 中俄邊境地區設立了一些特別授權銀行 允許俄羅斯企業在中國的銀行 開設非居民帳戶 以逃避美國制裁 但這些銀行為俄羅斯公司進行支付的窗口 可能正在縮小 美國財政部的一位高級官員這個月表示 美國財政部正在努力 識別那些合規部門 較弱 但仍然在協助俄羅斯軍事工業交易支付的小銀行 俄羅斯央行表示 對俄羅斯來說 支付問題減少了出口收入 擾亂了供應鏈 抬高了入口價格 而俄羅斯的石油公司 則面臨著長達幾個月的支付延遲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教授、投資銀行家 葉夫根尼·科根說 在更多中國企業受到美國制裁之後 很多企業可能決定停止和俄羅斯的任何業務 他補充說 對俄羅斯銀行在中國設立的子公司的制裁 也會帶來問題 一位銀行業消息人士說 中國的合作夥伴仍然可以通過未受制裁的俄羅斯銀行支付 但美國的制裁措施是致命一擊 即使得到特別授權的中國銀行 也會停止結算 另一位支付市場人士說 在中國 沒有人願意因為俄羅斯已受到二次制裁 失去全球市場 無論是製造企業或是金融機構 包括銀行都是如此 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湖6月21日發布聲明 為自己譴責拜登政府 涉嫌扣留向以色列武器的決定進行了辯護 他在採訪中說 幾個月以來 他一直試圖私下解決這個問題 但沒有成功 總理告訴Punchbull新聞網站聽 以色列與美國進行了官員級別通話 我與拜登總統之間 也進行了很多次私下交談 試圖解決軍備供應減少的麻煩 但經過幾個月後 這樣的努力沒有解決問題 因此我覺得公開它是絕對必要的 自18日開始 內塔利亞湖與拜登當局發生爭襲 當時 內塔利亞湖發表了一份視像聲明 平擊美國白宮 在武器彈藥運輸方面 設置不可思議的障礙 並聲稱 他在上星期 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面時 提出了這個問題 後者向他保證 華盛頓將解決這個問題 這段影片讓拜登政府非常失望 當局強調聲稱 不知道內塔利亞湖在說什麼 白宮說 上個月有一批高載河炸彈被擱置 因為美國擔心它會被用在拉法 所有其它武器運輸都在正常進行 20日 白宮更進一部 評擊內塔利亞湖的影片非常令人失望 因為沒有其它國家 比美國在幫助以色列方面做得更多 或者將繼續做得更多 對此 內塔利亞湖反駁說 只要以色列在任何一場生死有關的戰爭中 從美國獲得所需的彈藥 他就準備好接受批評 內塔利亞湖未具體說明 美國向以色列扣留了哪些武器 但他告訴媒體聽 我不是在談論幾年之後的F-35或F-16 而是希望盡快獲得它們 內塔利亞湖說 我們現在既要迅速贏得加沙戰爭 又要避免黎巴亂戰爭 如果現狀沒有改變 戰爭爆發的風險就會增加 一名以色列官員告訴以色列時報 內塔利亞湖公開表達不滿的決定 遭到以色列政府高級助手 戰略事務部長德默 和國家安全顧問哈內格比的反對 他們將於21日 在華盛頓和美國官員會面 討論多個問題 當被問及武器裝備運輸問題 是不是可以解決的時候 內塔利亞湖說 我認為只要有善意 這個問題就可以立即解決 在7月份 內塔利亞湖原定在美國國會 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 但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表示 他們不會參加這次會議 內塔利亞湖堅稱它沒有黨派傾向 因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以色列 他說 我打算向廣大美國人民發表演講 以色列需要保持美國的關係穩定 這次新聞就跟大家報導到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再見